小嘴儿越独唱得越嗨 节目组都没想到 本以为请来一批乐坛唱将 没想到却人均喜剧人 周深一开口 感觉就长在了 学之间的秀点上 学老师我问一下 你们音乐圈 就是这么不孙准前辈的是吧 你们音乐圈 那你来这儿干嘛呀 我给你弄你了 那深你唱这就是 你也能唱 我觉得 听起来像是夸奖 但听起来味道怪怪的 我也能唱 你们音乐圈不这么说话哦 爽想奔赴的病情 最后一度决战紫禁之巅 就想 你们就想 不要再打啊 不要再打啊 你 吃条 你 哈哈哈 不过台下打闹 台上燃棒 周深首场 就贡献了第一级难度的 沉默的羔羊 而学之前选歌时 神经兮兮 但遇上真心喜欢的歌 只需一句就快绷不住了 都说有人三分像你 我就慌了神 这位原创音乐人 不仅只为老徐而来 风格更像极了赵英俊 所以即使和演唱会时间冲突 来这一期不是很像选歌 因为我演唱会没接触 学之前也愿意熬三个通宵 两天只睡四个小时 只未完成这首租 就算奔进中心大厦 不及及拜祖下 有你在才教育个家 没有你只是恐放心 是有谁难受的 后来我们都找到了 八层渴望的家 也知不知不知 这总会再有一个踏克 心被丢在村庄的家 甚至谁能想到 海军音音公主唱唱 也是口出狂言 一百位歌手呢 也就是说没有回头客 也就是说没有回头客 嗨 好样的 更不用说 乐坛最有种的女人 战衣纯了 对人都是灵真起步 好歹这俩人也算第一次合作了 而对周深他也是无差别搞笑 没有三年级多高啊 周深你干嘛站起来 但我还蛮想看到那张戏剧剧 也就是我心心满满 以为刚刚会都不选我 结果没有选我 你现在装心心满满了 但别看00后小孩姐 有着绝对的松弛感 一首终身孤独 共情力和对歌曲的表达力都直接拉满 就问这谁听了不迷糊吧 好啦那今天先到这明天见 拜拜 放眼整个华语乐坛有这样三对搞笑组合 台上合唱成王成帝台下户怼不留余地 待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出大戏 网友们看的激动 就连在场的其他艺人idol也疯狂打扣 足以说明他们强悍的唱功和舞台感染力 一户沙雕二人组毛不易周深 一个画牢一个画少 同为新生代实力唱将 但截然不同的搞笑属性 让网友直言他俩做一起 就是一幅世界名画 没头脑和不高兴 平时他们不是在斗嘴 就是在斗嘴的路上 不过实力超强的二人 合唱一首《梅香如故》 简直在线杀我 往往岁月分不清和 走是轨迹 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是环境而浮华的旧时 未月流离的乡 而且一首情歌 亚福共生 诶 乐彼珍的穿 那对不起 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吗 他需要我们安静 好好听歌就好 说到海蝶两大败家子 薛之谦和许松 一位跳脱的不在五行之中 一位低调的像是乐坛失踪人口 不过他俩却是一个比一个有狗 不仅同台不放过彼此 演唱会更是秒变相声专场 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同属海蝶唱片 这一段孽缘更是早在2011年就开始了 第一次见面应该是2011年 2011年是我当时进公司了吗 太好了啊 反正后来都来都去的 我们俩都到一家 不过回腿是搞笑的 但神仙合唱可是认真的 一开口全场粉丝都沸腾了 当天和你演出的爱不是很厉害 在你一个最优秘的人继续表演 曾经那么好看吗 这世界 我该变成什么样子的能厌烦厌倦 这个写情歌其实就需要非常多的情感的经历 但是我自己的情感经历非常少 但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徐良 他的情感经历非常多 五十多段我摘取十段就好了 摘取十段就好了 这可真是王苏龙一张嘴 徐良辟摇跑蛋腿啊 我关系非常好的男性朋友突然向你告白 你会怎么做 徐良啊 其实我自己是知道他这种情愫的 我可以地回避他 我在这里承诺一下 徐良对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单相思 我对他并没有让我回馈 我有一个悔人对象是男的 并且我和他睡过和他睡过 要说同为三巨头之一的汪苏龙和徐良 那些年就一直流传 汪苏龙天天在恋爱 徐良天天在分手 他们二人的歌可是陪伴了我们大半个校园回忆 可本以为是竞争对手的二人 私底下不仅同开过公司 合作的金曲更是一首比一首好听 你带走我的思念 却没说抱歉 一起走过的黑夜 变一滴八旋 我把记忆都翻遍 却没有发现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 欢迎点赞订阅下方音乐官方频道 我们明天见啦 我们明天见